我们今天介绍热学 首先我们先看看温度这个概念 对于热量来说 早期我们以为它是一种物质 后来我们才知道它也是能量的一种 能量的一种 就好像动能 未能 这些能量的一种 不过这种能量 它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说 你怎么知道一个物体 里面有热量呢 那只有借着这个温度的差 我们才能够感觉出来 比如说我们的手啊 伸向冷水 或者现在天气冷的时候 你手扶在这个不锈钢的这个 不锈钢的这个扶梯的扶手上面 你会觉得很冰 为什么会很冰呢 就是热能从我们身上 我们的手 温度较高的手 传到温度较低的地方去 那扶手 不锈钢扶手 温度较低 冷水 温度较我们的手为低 所以热量会流出去 流出去我们就感觉 我们的感觉就是凉的 那么如果你手碰到一个 比较温度比你的手高的东西 比如说 你常常摸 大人摸小孩子的额头 看看他有没有发烧 如果有发烧的话 你会感觉的手是热的 那就是说 他的额头 温度比我们的手要来的高 温度从额头到我们的手 流向我们的手 所以我们的感觉就是热的 所以这是冷跟热的感觉 冷热的感觉就是有温度 从较高的物体 流向较低的物体 OK 那么 我们现在看看 比如说这里有一个A物体 这里有一个B物体 两个物体 它在一个隔离的系统里面 这个框框 一个全黑的框框就是代表 里面这个系统 跟外面的系统 不相干 它没有热量的交换 于是呢 就这两个物体之间 它们彼此可能会交换热 如果A物体比B物体的热量高 那么它会有热量 有QA就是A有热量流向B物体 如果B物体比A的物体高 温度高的话呢 那么热量会从B物体流向A物体 那就是说 它们两个如果有温度差的话呢 那么会有热量的交换 热量的这个变动 等到一旦 我们假定说B物体热量比较低 温度比较低 A物体的温度比较高 那么就只有A物体把热量传到B物体去 这是传导式这样子 那么B物体的热量就不算的 因为它吸收了热 温度就升高 A物体呢 因为有热放出去 它的温度就比较 就逐渐的变低 一旦等到这两个温度一样的时候 那么就再也没有热量过去了 这个呢 到这个时候我们就说 这两个物体是热量的 温度是在平衡状态 平衡状态 如果至于辐射传递能量来说呢 那么温度较高的物体 也有热量传到较低的物体去 那较低的物体也有热量传到较A的物体 不过这个时候啊 因为它吸收能量的吸收率 跟放出能量的放出率啊 是跟温度有关系 温度越高 这个系数越大 所以呢 A温度比较高 所以它给B的热量就比较多 那么B物体呢 温度比较低 比A物体低 所以它传过去的热量比较少 那传过来的多传过去的少 于是呢 这边的温度就上升 这边的温度呢 就下降 一直到这两个物体 热平衡为止 就是两个物体热量 温度一样 温度一样的话 就是它给它的热量 A给B的热量 跟B给A的热量 一样大了 这个时候谁也不再 有能量 有热量的增加 或者是减少 于是我们就说 A B两个物体呢 它是在平衡状态 所以说当两个物体的温度相同的时候 热量不再传递 这个时候 我们就称这两个物体处于热平衡状态 热平衡 Thermal Equilibrium 那么我们现在要问 如果这两个物体啊 它不会接触 不像我们刚刚那样子 A物体跟B物体 同在一个隔离系统里面 彼此接触 于是就有热传导 热传导发生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接受它的平衡 就是说接受它热的传递啊 知道哪一个热量比较 哪一个温度比较高 哪一个温度比较低 但是如果A物体跟B物体不在一起 不在一起 比如说A物体 在我们这里的一楼 B物体在二楼 你怎么知道这两个物体的温度一样呢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借第三个物体 如果有一个物体C 它同时跟A也有热平衡 跟B也有热平衡 那么C是保持一定的温度 那么我们就说它跟它平衡 B也跟C平衡 于是A跟B就是也是在热平衡状态 那我们可以看到 比如说这是A物体 这是B物体 它两个不在一起 不在一起你就不能接触来看它的热量啊 那我们就把第三个物体跟它接触 它有热量平衡了 我们就知道这个时候 如果它跟它平衡 它也跟它平衡 那么这两个就是热平衡 比如说这第三个C是什么 就好像温度计 一个人在一楼 一个人在二楼 比如说它发烧了 你怎么知道哪一个温度 两个温度一样 还是两个温度不一样 那么我们就拿温度计来量嘛 如果这温度计跟它平衡的时候 比如说是37度C 它跟B平衡的时候也是37度C 那A跟B就是37度C嘛 对不对 那就说这两个 两个都跟C平衡 热平衡 那么A跟B呢 就是我们说A跟B就是成热平衡 这个叫做热力学的零定律 这很奇怪 为什么一个零定律 我们热力学 有热力学第一定律 第二定律跟第三定律 这个原本要称为第四定律 因为他好像一个小孩子 他比老三生的还慢 他应该叫老四才对 对不对 不过 因为这个概念 温度的概念 老早就用了 老早就用了 就是说他这个 温度这个名字 我们在 热力学第一定律 第二定律 第三定律的时候 都已经用了 所以他应该比较早 就是说他生出来 你还没有登记 没有登记说他是老大 现在老三都生出来了 你叫他老四又不好 因为他比三个孩子都大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叫他老林 林定律 那么我们现在的温标 我们不能说平衡不平衡 这个很抽象 你到底几度 不晓得 我们就有一个 好像刚刚讲的温度计 它就是一个温标 temperature scale 它用了凉度温度 温度 数值的一个尺标 就温度 把它数量化 把它量化 那么就是温标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 我们常常用的温标 有哪几种 首先我们看这个 这个温度计呢 温标是怎么制定的呢 好像一个温度计 我们怎么样制定呢 它的制定方法是这样子 在标准大气压压力的时候 就是一个大气压力 在标准状况一个大气压力 假设水 它的冰点 它接冰的时候 它的温度 跟它煮沸了 的温度 它有一定的温度 如果是在标准大气压下 于是我们就设定 冰点 比如说 是一个零度 摄氏度就是冰点 是零度了 沸点就一百度 就是我们找水的冰点 跟水的沸点 作为参考点 两个参考点之间的温差 分为若干的等分 作为刻度 比如说摄氏度的话 沸点是一百度 冰点是零度 当中我们分作一百个刻度 每一个刻度就代表一度 是这个意思 再将这些刻度 标示冰点到沸点之间的温度值 比如说冰点 就是零 再上了一个 就是摄氏度等等 那么这里有三种温标 三种温标 那么水的冰点在这里 水的沸点 沸点就是说 它这个水 从水可以转变为蒸汽 我们拿这两点作为标准 首先我们看这个摄氏温标 这是第二个 第一 摄氏温标 它是摄 水的冰点是零度 沸点是一百度C 这是零度C 当中就画有一百个等距离的刻度 就像这样一百个距离 那这个就是摄氏温标 那么英国人用的 就以前西方人用的 这个华氏度 它是英字单位 它怎么规定呢 它就是水的冰点 是三十二度 F就是华氏度 把水的沸点设为二百一十二度 二百一十二度 那么当中就把它分作一百八十格 一百八十格 那么这个是华氏度 于是我们这就对照了 如果说零度C呢 就相当于华氏的三十二度 F 那么二氧化碳 变成干冰的话 摄氏度是要到负的七十八度 华氏度呢 就到了负的一百零九度 等等 这个就是他们的比较 在华氏温标 冰点为三十二F 上次二度F 费点是二百一十二度F 这是F 不是 我把它写成C 这是F 两个参考点间的刻画 一百八十个等距离的刻画 OK 好 另外还有一个克氏温标 Calvin Temperature Scale 就是这一个 它是设定水的三项点 它不是水点 它不是冰点 它是三项点 三项点是什么呢 三项点就是说 标准状况之下 那么水的液态 跟水的气态 跟水的固态 三个并存的时候 这个时候这个刻度 这个时候我们叫做三项点 就是这个水的三种 三种项都存在 好 那在这个时候 它就设定 这是三项点 二七三等一六K 但是我们这都以冰点 这都是冰点 那么冰点在它这里 这刻氏温标是二百七十三度 二百七十三度 那么 所以它比它多了一个 0.16K 这个摄氏度是用C 华氏度用F 克氏温标我们就用K 这些大写的K了 两个相邻之间的距离 仍然是分作一百格 它跟摄氏温度 就是说 这两种温度 克氏温标 跟摄氏温标 它的刻度 从冰点到费点 都是一百格 那么在其他地方也相差 就是说它这里差一格 这个地方也是差一格 是这样子的 它这个是三克氏温标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温度计 温度计要怎么做 你怎么做温度计呢 温度计呢 它就是 这个里头啊 我们要用某一些的物质 来做温度计里头的 这个 比如说水银柱 水银会跑 对不对 酒精 温度计是酒精柱 它在那里跑 这些物质啊 它的物理特性 比如说它的长度啦 体积啦 压力等等的变化 就是说它是一 为什么用这些物质呢 有的是我们要用它的长度 有的我们要用它的体积 有的我们要用它的压力 这些长度温度压力 都跟温度的变化之间呢 它有线性的关系 线性的关系 我们才选这些物质 像这个水银温度计 酒精温度计 气体温度计等等 好 现在我们先拿一个 气体温度计来看 气体温度计 气体温度计呢 它是利用 假定这里头的气体啊 它是理想状态 理想状态 就是说气体是ideal gas 理想气体 理想气体是什么样的一个气体呢 你们都学过啊 它有什么特性啊 有什么特性啊 理想气体 它们彼此之间 不考虑它的外有引力 所以它们在一个容器里头 碰撞的时候 它的粒子产生在什么时候呢 就是两个气体分子碰撞的时候 会彼此有冲力 或者说这个气体分子跟容器的臂 气壁碰撞的时候也会产生力 就这个时候有力 那万有引力呢 我们都不考虑它 另外就是理想气体分子 我们当作它是完全弹性 它碰撞的时候啊 是做完全弹性碰撞 完全弹性碰撞 就是说它碰撞的时候啊 它的能量啊 动能 它的动能不会损失 这个系统的动能不会损失 还有就是理想气体呢 它密度非常非常的低 非常非常的低 因为它的理想气体是一个指点啊 指点就是说它只有位置 而不占空间 因此这个理想气体 根本就等于不占空间了 那你这个容器里头 这密度当然就很小 好 那么 这个是理想气体 那么它有个状态方程 你们 这个老早就学过了啊 PV等于NRT 那P就是代表pressure 压力 V代表体积 容器的体积 这是密闭体积里面的啊 密闭容器里面的气体 T是代表绝对温度 绝对温度跟克斯温度是一样的 它的 它的 它的数字是一样的 这个是气体常数 R是气体常数 N就是等于摩尔数 克 就是克分子数 好 气郎内气体的体积V 如果保持定值的时候 看这个方程式 这是它气状态方程式 这个保持定值的时候 那P跟T就是成正比 对不对 于是P正比于pressure 那我们把这个比例 写成等号的话呢 我们要在这个P的前面呢 加一个常数 加一个常数 这是一个常数 就是说我们气体温度计是利用 理想气体 利用它的这个特性 OK 然后我们还把它的体积保持常数 然后它就压力就跟温度成正比了 所以体积一保持常数 我们只要量度它的压力 就知道它的温度是多少 因为压力跟温度之间呈正比 好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 你要设定一个参考点 参考点怎么设定呢 就是我们设定气囊在三项点的温度 是273.16度K 是这么大的时候 它的压力 叫做P TR就是Triple Triple Point 就是三项点内 三项都同时存在的时候 在标准状况之下 三项都同时存在的时候 它的这个压力 这个时候就是说温度 三项点的时候是这个 这个时候压力 我们称之后叫做PTR OK 好 那么从这个数字 我们知道A等于TPR over PTR 那么这就变成PTR分之1 TTR是等于273.16K 这个值 这个A就等于这个东西 A就等于这个 于是同体积气囊 在压力P的时候 温度可以表示为 如果说我们的这个气囊 体积通通是V 通通是V 那么它在PTR是P的时候 那T不是等于AP吗 A就是这个 那我们把这个P批成进去 这个就是 在任意压力之下 它的温度 就是我们设定 三项点的温度是这个的时候 这么大的时候 它的压力是这么大 这个设定好了 于是我在体积通一样的时候 它的压力变成多大 我就知道那个时候 它的温度是多大 好 现在我们介绍一下气体温度器 气体温度器非常重要 因为你等等看它的这个 看就知道了 我们现在看这个 这个温度器一定有个气囊 对不对 气囊要摆在哪里呢 三项点 三项点你怎么去找啊 那我们就是这个容器 里头有水 这个是冰 上面是蒸气 那这个时候三个都有了 那这个时候的温度 就是三项点的温度 我们把它摆在这里 把它摆在这里 OK 好 现在呢 我们 已经假设三项点的温度 是273.16K 对不对 是16K 那我们现在 把这个气囊 气囊的压力可以调整 压力可以调整 比如说我们拿三种气体来看 氦气 氢气跟氮气 里头分别装这三种气体 它的气囊的体积都是这么大 都泡在这个三项点的时候 但是气囊里头的pressure pressure它总有一个开始的pressure 对不对 你后来会变成多大 比如说我这个身高50度 C 它变多大 它起初是多大呢 它起初大家都一样的 比如说一百二十度 一百二十度的时候 不是一百二十度 讲错了 温度都是三项点 压力一百二十个 k part part就是等于k part k part就是 part就是我们以前讲过 大西亚力了 一个newton per meter square 叫做一个part k part就是一千个part 一千个part 那么我们一开始 三个气体 通通用一百二十个k part 的这个压力摆进去 压力摆进去 压力是这么大 这么大的时候 我们量出 量出 这三个点 这三个点 在三项点的时候 这个是一百 这是一百二十个k part 大西亚力摆进去 这么大的时候 结果呢 因为这不是理想气体 如果是理想气体的话 它就是二十七三点一六k 因为它不是理想气体 就是这么高 轻 温度就是这么大 淡的温度就是这么大 三个温度不一样 因为我们找不到理想气体 你哪里去找理想气体 理想气体我们刚刚说 它的分子小得不得了 只有位置而不占空间 没关系 我们就把这三个点点起来 然后我们把这个里头的压力抽掉一点 变成一百part 一百个k part 变成一百个k part的时候 在三项点的时候呢 它们之间表示的温度啊 又是另外三个温度 也是不一样 氦在这里 氢在这里 氮在这里 然后我们再抽掉二十个k part 变成八十个k part 这三个点在这里 我们发现它不一样 三种气体都不一样 但是没关系 我们多做几次 多做几次 比如说我们 起码可以做个四次 起码要做三次了 你才有三个点了 对不对 三个点 比如说我们有三个点 这是我们 做了这么多次 有这么多点 你把这些点连起来 这条曲线就变成这样的 把这些点连起来 曲线是这样的 把这些点连起来 氦的曲线是这样的 结果呢 你看 在这里三条线的 就是三种气体的 它的temperature不一样 在三项点的时候 温度不一样 但是到了零 pressure是零的时候 它的点就交在一起 这个时候不是真正的 你真正的 这个压力都等于零了 你怎么还有东西呢 对不对 那么这是一个柔软的东西了 好 于是我们就知道 在如果是三项点 它是这个字 对不对 那我们一般 那我们一般 所用的这个 刚刚定义 任何压力的pressure 是这个 但是你用这个算出来 用这三种东西算出来 压力都不一样 P为一个值的时候 这三个值都不一样 三种气体的值不一样 要一样的话要怎么办呢 就是压力趋于零 就是说这个 这个压力趋于零的时候 Limit p over pr 在这里 就是这个值 Approaches zero的时候 好 这个就是我们确实量出来的这个 确实量出来的值 OK 就是说这个时候 如果 就是说你三个 因为你压力都不同 压力不同 所以呢 它的这个 量出来的压力不一样 Temperature不一样 但是 距离的时候压力通通是这么 Temperature通通是这么大 那就这个是准确的 这个准确的 就是说在这个状况之下 不管你用什么气体 都是这个值 所以真正的这个 气体压力 我们要用这个式子来表示 所以这个式子 所以这个式子 表示的气体温标 与使用的气体种类无关 当 Triple point的时候 它的 Credger去零的话 在这个 就是说 你的气压 当在三项点的时候 这个气男的气压 是零的时候 不管你是用氮 还是用氢 还是氦 量出来的气压 都是这么 量出来的温度 都是这么大 也就是说气体温度计 根据这个定义 做出来的气体温度计 它跟气体 它跟气体 是什么气体 没有关系 但我们只列出三种 你还可以有其他的 此套标准测定的温度 成为绝对温度 这个测出来的温度 照这种标准测出来的温度 它称为absolute temperature 那么以上介绍的是气体温度 那也就是这个温度 就气体温度 那我们再看看 根据我们一开始那一 三种温度之间的关系 像这个关系 我想你们在过去都学过 我只把它列出来 如果你知道这个 这是科斯温度温度 就是你知道科斯温标 你怎么求它的摄氏温标 你知道摄氏温标 摄氏温度是这么多 你怎么求华氏温度 你知道华氏温度是这么大 你怎么求摄氏温度 比如说你到美国去 我们这个都用摄氏温度 美国还是在流行那种华氏 它告诉你的这个 预报告诉你的都是华氏度 买的温度计也都是用华氏度 那你用起来很不习惯 不晓得外面温度多大 对不对 我们只对摄氏度 知道的差不多 20度大概是什么样子 30度大概是什么样子 10度大概是能到什么程度 那你就可以把华氏度 变成摄氏度 对不对 这个我们就不谈了 因为这个在老早 你们都学过了 好现在我们看一个例子 假设一个气体温度计 它的压力在水的三项点的时候 是这么大 就是我们刚刚讲 它的气囊在三项点的时候 pressure是零的时候 测出来的温标是这么大 在标准状态下的水 它测 用这个温标 测标准状态下的水 沸点是 沸点的 这不是温度 沸点的压力 沸点的压力是这么多part 这个写错了 沸点的压力是这么多part 求标准状态下 水沸点的温度是什么 水沸点温度是什么 水沸点温度是什么 水沸点温度就是 沸点温度的时候 它的温度计 它显示的压力是这么大 是这么大的意思 那现在呢 我们就把这个已知的条件写出来 这个温度计 量出来的三项点是这么大 它的 废点的时候 它的pressure是这么大 这废点的时候 那么这个狮子呢 我们就可以求 废点的时候 它的温度是多大 就带这个狮子 那你273.16本来就有 那P 就是废点的时候的pressure 这个是三项点的时候的pressure 算出来 它是 水的废点 在这个温度计显示是等于 364.32K 364.32K 我们再看一个 例题 一个气体温度计测得 水的三项点和标准状态下 废点的压力分别是这个跟这个 这个是三项点的时候的压力 这个是废点的时候的压力 三项点的时候的压力 是废点的压力 根据这些数据 求求绝对零度 在摄氏温标上的位置 根据这个 求零度在摄氏温标上面的位置 那么我们就 就画一个座标 这个是什么呢 温度 这个是压力 温度这个压力 温度就是C度 这个 摄氏度 现在我们来看 标出 在标出 他告诉我们 在三项点的时候 pressure是这么大 三项点 摄氏是0.01度 摄氏0.01度 因为三项点 它是 我们前面有说了 273.16K 不是273 273才是冰点 所以它是零点 就算零点零一 那么 我们从这里 这个是四 是 乘十的四字方 这个地方就是100度C 100度C的时候 压力是这么大 他告诉我们 然后把这两点连下来 连下来 连下来到这里呢 就是压力 这一种 较于X X度 这个就是绝对零度的位置 绝对零度的位置 OK 好 由上读 这个相似三角形 我们现在要求 这个X到底是多少 X是多少 X是多少 但是我们已知是什么呢 你看这个知道 这个知道 就是这一段长知道 这一段长知道 这个值跟这个值知道 那就相当于 这一段长 跟这一段长知道 那这两个三角形 是相似三角形 对应变成比例 那我们就知道 那我们就知道 这一边比上这一边 要等于 这个长度 比上这个长度 好 这个长度是多少呢 它是等于 0.01 加上一个 负X 就是 它是本身就是负的 就是 0.01 加上X 其实它本身是负 就是你把它当作正的话 结果这个变成 结出来是负的了 你如果起初 就把它当作负的话 那结出来就是正的了 好 这个长度是100 从这里到这里100了 这里到这里是X了 不 这个 这个是100了 这个100 这个是100加X 我按 那么从这个式子里头 我们就写着X等于负的285.68度C 所以它从这里到这里 是负的285.68度C OK 好 我们现在看 温度与物质的膨胀的关系 就是说 我们的物质 我们都听说 热胀冷缩啊 一般的物质 一般的物质是这个样子吧 热胀冷缩 好 那么我们首先 看温度变化 跟长度变化的关系 我们从实验发现 从实验发现 如果一个物体的原长是L0 那么它温度改变一个ΔT的话 那么它长度的改变 是跟L0成正比 跟ΔT也成正比 你把比例号写成等号 加上一个比例常数 α 这个α呢 就叫做线膨胀系数 α就等于这个 线膨胀系数 它跟物质的性质有关 你这个物质是什么东西 跟这个有关 OK 好 那么你知道ΔT了 知道ΔL了 所以温度升高ΔT 长度改变ΔL 那么它原来是L0 后来呢 它增加一个ΔL 那L0加ΔL 如果是正的话就变长 L就变长 如果是负的话 就是变短 你把这个ΔL带进去 它就可以变成这样子 所以这个式子 各位一定要记它 它的 你怎么记它 就是说 一个物体长度的改变 跟温差成正比 跟原来的长度成正比 这个是线膨胀系数 OK OK 我们今天